哈囉,大家好,我是博勝 今天要幫各位介紹是Coast的一個ACC定速巡航的一個作動 那我們現在看到螢幕這邊來講,給各位看一下 那我們現在看到我們定速有設定的 目前的設定速度是86公里 86公里 那目前有跟到前面的車子 放大給各位看一下 目前有跟到車子 那我們維持來講的話 設定是在86公里 那我們兩邊有出現藍色的線條 就是它在置中 就是在啟動置中的功能 那左上角的話會有一個定速的箭頭符號 下面有一個Set 有一個SET出現的話就是表示它已經設定定速了 那再過來第三個左上角 你會看到一個綠色的一個 有虛線還有車道偏移的一個符號 那這個符號就是我們可以看得到 來這邊 它有亮起來綠色又錫掉變白色 那就表示它也是在啟動置中的一個功能 那三條線的中間你如果有看到車子的話 那就是我們有跟到前方的車輛 有跟到前方的車輛 那現在有跟到前方的車輛了 那維持大概在86公里 設定是86公里 那我們大概 前方的車速也大概在80公里的一個速度 那現在維持跟車的一個 一個ACC低速尋常的一個作動 一個尋常的一個作動 那左上角有出現ECO 就是我們現在是節能的模式 正在使用中 那現在車子的符號不見了 那表示我們前方的車輛一定是開 你看我們的一個偵測範圍 那我們現在三條線的話是 車子維持長距離跟車 你看又出現有一個車子的符號了 那這個符號就是我們有跟到前車 有跟到前車了 那藍色又亮起來了 左右兩側有直鐘 就會出現藍色的線條 那現在跟到前方的車輛維持86公里 那我現在把速度調到95公里 我們現在速度是設定在95公里 那你可以看到我們前方的速度 我們的指針慢慢往上了 那我們把指針的部分做個 現在速度降下來了 你看我們設定的一個 三條線的底下是95公里的速度 但是我們前方的車輛只有開到80出頭 80出頭 那如果我們剛剛有亮起來 偏左偏右的時候會發出警告 會發出警告 會發出警告 那如果說你手沒有握緊方向盤的話 那個燈號它就會提醒你 說你沒有握住方向盤 會取消跟車的功能 跟車的功能 那我們現在一樣 它是前方車輛大概80幾的速度 那我們的ACC定速是95 95 那有跟不到前方車輛 那我現在把跟車的距離縮短 到短距離 短距離 可以看得到我們現在只有一條線 一條線 跟到前車的部分 它是短距離的一個跟車 短距離的一個跟車 前方的車輛也維持大概在90幾的一個速度 那你可以看到指針有升降的一個部分 就是前方車輛減速了 那我們現在是維持 維持大概設定是95 大概目前速度大概在90的速度 那現在速度又降下來了 那藍色的線條又啟動了 那以上呢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在高速公路上 有做跟車 那橘色的線量起來就是有偏左偏右了 偏左偏右了 那以上這個影片是跟我們說明 我們如果在高速公路上設定ACC 它的一個影像 會產生是什麼樣的作動畫面 給各位參考一下 現在我們看到的畫面 就是前方車輛有跟到了 那兩側有在做置中 有在做置中 那我們速度設定是95 那現在跟車的速度大概維持在80幾 跟到前方的車輛 跟到前方的車輛 那以上是我們COSE的車輛 它這一台是屬於尊爵版的 尊爵版的 那 這個影片就是讓各位知道 我們ACC是如何作動的一個情形 給各位參考一下 那如果覺得我們今天的影片 介紹的不錯的話 記得再幫我們分享 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感謝各位的觀賞 謝謝 掰掰 哈囉 我是博勝 那這邊跟各位再補充一下 我們讓各位看到 你看現在方向盤 如果沒有握的話 會產生什麼樣的一個符號 那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現在是有設定跟車的部分 那如果說你現在跟車 如果方向盤沒有握緊的話 沒有握緊的話 它會像我們現在產生 握緊方向盤 LTA的部分 它會亮起來 提醒各位 方向盤要握緊 不然的話它會強制把定速關閉 再讓測試給各位看一下 現在燈號來講的話 我們現在方向盤 是微微放開了 那現在來講 如果說燈號有亮出來 你如果沒有即時握住的話 像這樣 來講 它就會跟你講解除了 它會解除 這個部分來講 它會強制 如果說你握緊方向盤的話 它會做強制解除的一個部分 還有轉向功能會取消掉 會取消掉 剛剛有顯示畫面給各位看一下 那以上是我們給各位的補充 NCC定速尋常的時候 一定要握緊方向盤 那不要說為了便宜行事 放掉方向盤 讓它自動去使用駕駛的一個功能 不然的話 即時會有危險 那影片在這邊 跟各位做說明 如果有不清楚 再看一下我們的影片 那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 在我們底下留言 感謝各位的觀賞 謝謝 掰掰 哈囉 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目前的話 是有跟車了 跟車了 那如果跟車來講的話 你如果沒有握準方向盤 它會先亮起LTA 請握準方向盤 然後轉向的部分 輔助會無法使用 請握準方向盤 它會一直提醒 那如果說你沒有去握緊 或者是做調整的話 它就會偏左偏右 就不會去做一個自動的功能 請各位一定要記得 一定要握緊方向盤 不然的話 轉向的功能 會一直提警告 警告 然後它 就不會有自動的功能產生 請各位要注意 如果在高速公路上行駛的話 使用這些功能 都一定要特別小心 那博勝在這邊 請各位 使用的話 要小心使用 那影片就到這邊了 那不錯的話 記得再幫我們分享 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感謝各位 掰掰